请收看 惠律法师 冒写享座 任务终迷 致错任 而忘取 常劫 心性中的一点迷情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啊 再用一下笔 比如说大海水起的这个浪 哇 这个浪好高 好大 还忘记了那个浪是从大海远起 风一吹打起的大浪 哦 这个浪好高好高 却忘记了大海 这是大海 远起 啊 所产生的大浪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把如来藏性 近习宫界 骗法界的那个佛性迷失了 迷失了 啊 我们眼前啊 什么都真 就是这个 什么都批判 就是只有知道活在这个 活在这个范畴 啊 烦恼障 所知障 而没有邪活 没有办法截止的 他就活在 现在这个意识心 所能执着的就是 食 依 住 行 人际关系 所发生的复杂性 他所能了解的就是这些 你要叫他过一下佛陀的日子 也过不来 过不来 所以只少许的意识心为自己的心 这是由尘所引起的 这个只是如来藏性幻化出来的意识形态 而意识心没有实体可得 因为他离尘无自体性 不是如来藏性说离尘它有自体性的 它是永恒 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我们就是取大海 少许的水为自我 我们就是无量无边的波罗智慧 失去了 而取现在的上面意识形态 我执 我见 我分别 我颠倒 就是取这个少许的 所以没有挟伏的众生 他的生命观是很可怕的 他会挖一个洞 这个洞 他本来要挣脱这个痛苦 好 我是不是爬到另外一个陷阱 会不会更快乐 爬到那个陷阱 又觉得不快乐 这个职业做得不好 这里要 这同事都不会互相浓人 好 我现在又去 换一个职业 去发现 另外一个工作 人我是非还是在 他也如影随形 不知道 好 他再继续变 再继续变 众生就是 离开这个痛苦 再跳到另外一个痛苦 离开这个陷阱 又跳到另外一个陷阱 因为之间立志是无名本 动念他就是陷阱 什么是众生 时时刻刻 都活在 生灭意识心 观念的陷阱里面 叫做知尽力知 头上安头 众生就是这个陷阱 跳到那个陷阱 那个陷阱 跳到这个陷阱 一直想要摆脱这个痛苦 一直把他甩掉 想要甩掉这个痛苦 可是甩不掉 因为他的最大的陷阱 就是观念 最大的陷阱 就是我慢 最大的陷阱 就是无名 最大的陷阱 就是业力 最大的陷阱 就是烦恼 最大的陷阱 就是所知 只要是众生 他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陷阱 他本来想要 摆脱这个 要过另外一个快乐的日子 可是没有办法 法师也是这样 这个法师摻完 这个长老摻完 摻另外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长老摻完 摻这个 这个道场摻完 摻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道场 摻完 摻另外一个 他就一直跑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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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摻 一直摻 哎 摻到最后发现 嗯 摻即是菩提 我们的心性是自己的善知识 如果我们可能放了一下 不需要摻 不需要把来好气 摻即是菩提 原来我自己 心性就是自己的大善知识 没地方可以摻 离开心性没有善知识 离开了心性没有法 法就是心 心就是法 即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你哪里找佛呢 你哪里有法呢 离开心有佛吗 离开心有法吗 慢慢的灵解 啊 所以我们 致错认而忘记 长期信心中 啊 这一点迷情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抓起少许 物为究竟 所以众生是永远 摆脱不了痛苦的 只要你踏死 那个观念 不管你今天 拥有任何东西 都需要做痛苦 就是这样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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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